向228和平纪念碑行三橘公里 新北市长侯友宜捧着花圈 在新北市228事件纪念碑前 向往生的受难者致意 新北市政府228追思活动气氛庄重严肃 228事发至今76年过去 受难者家属齐居一堂悼念亲人 同时也呼吁政府公开228事件 所有的历史档案资料 台湾要和平 和平必须和谐 那怎么和谐 就是辩则清 清则明 如果不明 永远就是不知道真相 让大家了解这个真相 不要再做黑箱的作业 然而面对受难者家属的诉求 也让各界更加关注明年总统大选结果 政府是否能倾听民意 由于近来新北市长侯友宜 情跑难途辅选地方公庙活动等行程 也让外界一测 是否有意愿参选下一任总统 侯友宜则回应表示 以示政委优先 面对228事件受难者家属的期待 台湾政坛的动向 也更将令人发人深省 思索228事件 纪念追思活动的初衷 以及民主自由的价值 纪念新闻 我们的新闻 新闻三重采访报道